道教神谱人物至红军老祖 在红荒神话中 实力修为永远是硬道理 如果实力不强自然是无法立足的 即便地位崇高也不会被一众大神通者尊处 而红荒自诞生以后 有一位实力始终居于顶尖上 此人就是红军老祖 那么红军老祖的来历是什么 红荒究竟有没有实力胜于他的 红军老祖生于红荒未诞生的混沌之中 乃是三千混沌魔神之一 据说是屈善得道 不过这个说法存有很大的质疑 但是红军却是和盘古同时代的人物 在盘古从大道中领悟到他的道在于开天辟地 因而斩杀三千混沌魔神夺其本源 其中红军到任提前遇之后避开了盘古 并将自己的大道交于盘古 因而幸免于难 和他一同没被盘古斩杀的还有扬眉大仙 魔祖罗侯 真是失去大道本源而未被杀死之人 洪荒诞生之后 盘古成就其道后也陨落了 三千大道凝聚而成的造化御蝶 则被红军道人得到 借此参悟大道 成就洪荒第一尊圣人之位 不过在红军老祖成圣之前 曾和魔祖罗侯有过一番魔道大战 不过罗侯并没有造化御蝶这等宝贝 加上被盘古伤到了本源并没有争过红军老祖 被其斩杀 红军成圣之后 教化天地 与子肖宫开讲 并代表天道赐下红蒙子气 是围道祖 说到这就能够解释为何红荒宫没有红军老祖的对手 红军是第一尊红荒圣人 并得到造化御蝶 基本上等同于得到红荒天道的认同 成为天道代理人 也可以理解为红军老祖成为了红荒天地的管理者 是想何人能够胜过他 并且随着红军老祖以身合道之后 红军即是天道 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天道 生活在天道之下的众生灵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即便是所谓的先天大神们也不能例外